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今天宇哥继续为了介绍高分美剧 越狱 Mike发现Sara还留着他送的纸玫瑰 心里一阵开心 两人对视的一瞬间 彼此都有了怦然心动的感觉 经调查 尼克发现 副总统从研究项目中抽取巨额资产 注入他哥哥的公司 再汇取许多小公司 这些资产成了他竞选的主要来源 因此 他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远不再是阻止林肯死刑这么简单了 在警卫休息室挖洞时 Mike被预警叫了出去 告知Mike的老婆妮卡在夫妻房等他 贝里克异常好奇 总觉得妮卡似乎在哪里见过 却一时想不起来 Mike与妮卡互相问候了几句 妮卡将藏的内衣中的信用卡 偷偷取出交给了Mike Sara无意间看到二人 站在夫妻房外相拥道别的画面 心中像打翻了五味评 很不是滋味 苏葵看到Mike回来 兴奋的跑去询问夫妻探访的事 Mike就对此而避而不谈 傍晚 苏葵看到Mike的信用卡后 吓得胆战心惊 要让狱警知道 准竟你吃不了兜着走 Mike却淡定的撕下信用卡上的贴纸 别担心 我没有信用卡 原来 这是Mike入狱前就已准备好的钥匙卡 只是贴上了信用卡的贴纸而已 之后 Mike钻出牢房大洞 避开狱警 用钥匙卡打开了犯人物品存放式的门 找到了自己入狱前的私人物品 却发现肩表不翼而飞了 半夜 一阵急速的敲门声惊醒了小薇 尼克与LJ三人 大葵用纱纸擦脸自虐 伪装成出了车祸 向他们寻求帮助 但尼克刚打开门 狠毒的大葵就从背后朝他开了一枪 之后将三人都绑了起来 他威胁小薇与LJ 说出他们查他的情报 两人咬紧牙关 没透露半个字 Mike对老DB说 自己入狱时 就由监狱保管的金表不见了 问他是否听出个私人物品 背道这事 狱警偷拿犯人的东西是常有的事 但我不知道谁拿了你的金表 只知道有个犯人是爬手 Mike发现 狱警家里也带着自己的金表 拜托因偷盗入狱的爬手小徒 帮自己偷回来 小徒说 你的手表有蝴蝶扣内藏结构 无法在毫无查解的情况下将其偷走 但他还是决定使用自己的独门秘籍试试看 作为交换条件 他要求进入监狱工厂 Mike答应会考虑他的请求 很快 小徒假装食物中毒 被狱警们用单价抬进了衣物时 在所有人毫无防备之下 偷回了金表 大葵告诉小薇 你前未婚夫 正是因为你多管闲事而惨死家中 他想使用心理战术将小薇击垮 小薇听后非常自作 但他仍然没有开口 而是选择了反击 趁大葵转身之际 挣脱手上的扎道 将野的狠狠砸向大葵 而后迅速解开了LG与尼克手上的扎道 就在他们准备开车离开时 大葵又追了上来 这次 机制的LG没有被他抓到 从背后突然袭击 将他推进了一口大枯井之中 御长告诉老DB 他的女儿得了石头癌 只剩下几周时间了 御长想帮助他 用他联好的记录为他申请临时假释 但承交手仍然认为 老DB具有威胁性 拒绝放在外出看望女儿 老DB伤心欲绝 思虑再三后找到了Michael 他向Michael承认 自己其实传说中的 捷机大盗DB库本 因为他与父亲有着相同的名字 所以捷机那天 真正被监离之人是他的父亲 为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他就当年捷机黑钱中的 第一张百元大钞 夹在圣经中交给了Michael 偷回金表后 Michael打开后表盖 拆开绣针录音机 将他们绑在了一起 趁劳动时 将他们一并埋入医务室 冲了在草坪中 贝里克看着Michael老婆妮卡的照片 突然想到了什么 当即来到夜总会 果然看到妮卡在这里上班 他已向移民局告发妮卡 相威胁 逼他说出Michael的秘密 你可只得供出了Michael 真的送信用卡之事 Sara决定不再纠结 找到Michael将心事说了出来 我并不是一个容易猜忌的女人 但我做事小心谨慎 可在你身边 我就是做不到谨慎 你身上有太多迷了 从现在起 你我之间只是医生与病人的关系 那些私人问题及个人喜好 请你不要再提及了 Michael没有解释 只是叫住他 淡淡的说 关于我的那些问题 你会知道答案的 凯拉曼与胖哈接到大葵的救救电话后 赶到哭警前 从被大葵扭断手指的凯拉曼并不想救他 反而将木板盖的警口 胖哈认为 不该扔下大葵一走了之 凯拉曼却态度决绝 他是唯一知道我没有抓住LG的人 你若不想下去陪他就马里走人 就这样 狠乐的大葵终于阴沟分船 被遗弃在哭警之中等死 迈克播放秀珍录音机录下的声音 对苏葵说 晚上警卫在医务室窗下面 巡逻一次的时间 间隔是18分钟 即使说逃亡那晚 我们有18分钟从医务室窗下逃走 次着 迈克将自己的顾虑告诉了哥哥 我计算了一下 从医务室翻出去要5分钟 每个人有2分钟翻过电线和高桥 但我们只有18分钟 人太多了 我们必须检缘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宜哥的视频 别忘点击关注 等待我的更新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与哥讲电影这5个字 点击关注 本区全集公众号内以上价 欢迎大家订阅收看 喜欢宜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